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命运好玩》 大家好我是何栋磊 我是郭敬臣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第一桶金不是梦 先学理财再投资 我们请到两个案例 演艺圈的都是美女 觀眾朋友 拿他們當模特兒 你年輕要娶媳婦 看你要娶媳婦 是 給你賺 不要看他們是像傻傻的妹 但是他們 傻你傻氣的背後 原來還蠻懂得投資的耶 但是兩個人對這個 金錢觀念不一樣 不一樣 是不大一樣 來來 也歡迎我們的命理老師 幫你挑食物 好 來 首先歡迎李玉菲老師 嗨 來 接下來歡迎黃澤老師 大家好 好 來 接下來歡迎艾菲老師 好 歡迎一位來賓 如果說到理財 我們就一定要看 盧彥莉 大家好 我也是台灣好媳婦之一 真的 但是你已經嫁人了嗎 不是 叫好媳婦 對 實在沒有膽子說 要有第二春 沒有 對 感情超好的 那個主題改天再問你 好不好 接下來這兩位單身 看你好誰背錯了 對 好 來 來 首先我們歡迎蔡允潔 允潔 選舞 這不錯 這不錯 歡迎身材很好 真高生 好 會生貴 你考慮一下 接下來這一位 好 詹子晴 很厲害 大家好 代價少女星 代價中 我跟你講 子晴其實講實在話 你說演藝圈多少年 十三年 十三年 辛辛辛苦苦接通告 雖然不是說非常紅 但是很努力 現在已經有兩棟房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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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這兩個漂亮的子晴 她居然從國二就可以開始打工 真的 我覺得這太棒了耶 你們兩位都是 這兩個漂亮的女生 都是單親家庭出來的 所以她們從小都是苦過的 真的 都從很小就開始打工賺錢 那接下來她們的第一場 情侶怎麼辦呢 怎麼來 我們也請葉莉幫我們聽聽看 好 她們兩個也反映出了 我們現在時下年輕人 對不對 年輕人不要每天在網路一直 靠腰… 什麼的 當然 你說薪水太低 那妳就投票的時候 妳自己看得罷了 但是也有人能夠努力的存錢 已經存了 還是存得到錢啊 對不對 對啊 當然 對不對 我們首先來問一下子晴 妳從國二就開始在麵店打工 對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那種小吃攤 然後那時候時薪才65塊 然後 而且那時候我在念國中嘛 所以其實不可能 就是一整天都在上班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一個月只能賺到一千塊左右 那因為那時候對我來說 一千塊就很多了 就是麵店打工也可以吃麵店的 對 就等於是省了那個吃飯的錢 然後其實是那時候我吃飯的量大到 就是老闆娘都會怕 因為比我… 妳該不會人家 員工餐就是一碗麵 妳還說老闆我可以切一盤黑白切嗎 然後再乳豆腐 她想把上一頓沒吃的 跟下一頓的 她都一起把它吃到 當然啊 打工嘛 因為老闆娘想說 我的食量應該不大 所以就說 她就因為一開始就會很含蓄這樣 她說沒關係想吃什麼 就盡量點這樣 所以每次吃飯的時候 我的吃飯的錢比薪水還高 啊哈哈哈哈 吃回本的啊 對 就可能是因為我才賺兩百多塊 但我可能那一算是吃三百多塊 所以那時候老闆娘就發現 天啊 這女孩太會吃了 所以就有減少我的工作時間 啊哈哈 對 但是我就是很努力賺那個錢 然後也省了吃飯的錢 所以其實那時候 大概十五歲的時候就賺到一萬塊 那時候 十五歲的時候賺到第一個 人生中的一萬塊 就覺得好多喔 有十張一千塊 那是一件 就是感覺很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在學校 同學都是拿爸媽的錢 你拿自己的十張一千塊的感覺 就是不一樣 對 那時候就是可能 因為平常我都捨不得買 那種很貴的原子筆 所以那時候存到錢 天啊 我好想買一支 很好用的原子筆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的願望都很奢侈 所以那時候當我存到 第一個一萬塊的時候很激動 就覺得原來存到一個目標 是這麼有成就感 是那次之後 我才開始很喜歡存錢 然後像那時候 比如說我坐捷運 因為就是做公車跟捷運 用擁有卡嘛 那我就強迫自己 就是一個月只有三百塊的扣檔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坐去學校 那回來我可能就用走的 真的 怎麼只佔入啊 因為感覺上課 但是下課就沒有那麼趕時間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可能 有時候走回家花四十分鐘 從哪裡 走到哪裡 從哪 那時候從南京走回內湖 滿遠的啦 走四十分鐘 這樣可以省 這樣才省多少錢 捷運省多少錢 十二塊 因為學生有打折 是十二塊 它是用月算的啊 一個月就省多少錢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哇 我省到這個錢 然後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我會覺得紫晴我們現在有給一些 就像當時的你這樣年紀 正在打工的年輕人 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慾望 都有那種購物的慾望 你是怎麼告訴自己 就是說其實你也好想買 可是怎麼樣告訴自己 先不要買 或者是乾脆就不要買 然後那錢就攢下來 就存下來了 因為同學之間 那時候學校很流行 發那種郵購本 然後小時候女生都會看 然後就買很多自己喜歡的什麼貼紙 或是小東西 然後那時候每次傳那個 郵購本傳到我之後會自動跳過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不買 而且我看到我也會 我也是女生我也會想買 所以我也會告訴自己不准看 或者是經過書局啊 文具行業不准進去 因為你進去看到漂亮的筆記本 你就會很想要 你看到就很想買 然後像我現在也是 我就是盡量不去看網購 因為看了你就會有慾望 然後或者是不上IG 像我以前可能會 關注一些喜歡的牌子 一些日本可愛的牌子 我現在都取消最多 真的喔 看到會想買啊 你可以做到這樣 因為你不看 你就看不到你就不會有慾望 15歲賺到第一個1萬塊 然後就立志要賺第二個1萬塊 結果到了23歲 就有第一個100萬了 耶 23歲也還沒有100萬 沒可能 沒有欸 因為我8000就已經轉圈圈了 23歲100萬有沒有 沒有 你都是靠打工這樣子省下來的 這時候已經進黑社會了 已經進黑社會了 我是大概17歲進來的 所以你進黑社會的想法不是想說 我要當明星 我要唱歌跳舞 可以賺比較多錢 對 直到後來就是 變成有出道出唱片 然後開始工作越來越多 就存錢的速度有變快 所以你除了小時候在面殿打過工 你還打過哪些工 幾乎都是餐廳 因為我想要以可以省吃飯錢 喔 因為我真的很會吃啊 很棒耶這一張 因為我小時候是餓過肚子的 就是我小時候媽媽就給我們的早餐 都是那個餅乾泡水 就是核桃酥泡水會膨脹 就會吃了飽足感 然後那時候小時候每天都吃 那核桃酥泡熱水很痛苦 所以後來就對食物有渴望 覺得不行 我沒有吃過耶 好想吃吃過 對啊 他講其實很難得 子晴這個年紀 對啊 他吃的這個東西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真的啊 對 我們那個年代比較窮一點的 大概就有吃過這樣 就是核桃酥 但是也沒有人配水吧 你們那個應該配米漿 或者是豆漿 沒有啦 還牛奶的 哪有牛奶啊 也是泡水啊 絕對不太說 但我們不是同個年代對不對 所以你更難得啊 你這樣還吃過苦 像其實我如果以後的小孩 我絕對不會太冠養他們 所以也來核桃酥泡水 沒有這麼慘 可是我會希望他們對錢 是有珍惜的概念 你說也是晚餐媽媽只買一個雞腿 對 他們從小對於金錢啊 對於他的零用錢 或對於能夠打工的機會 其實都會很把握 因為呢 他覺得從小開始賺錢 從小開始存錢 那麼以後 一定可以不用再過苦日子的部分了 以後呢 他是一個從小對金錢 就有危機的意識 所以是晚餐媽媽只買一個雞腿 對 就是那時候媽媽回來 然後我跟弟弟 因為弟弟小時候六歲 他很小 然後那時候他就一回來 想說我已經吃晚餐了 然後就便當打開 只有一隻雞腿 然後就是切兩刀 所以就三個買 那你選哪一塊 當然是雞腿啊 就是有棒棒的這邊 對 然後吃完以後還是很餓 然後媽媽就是說 那布蘭圖他得給我 可是我想說 天然那媽媽沒有吃 他怎麼工作 所以我還是讓他吃 可是就那一隻讓我印象很深 可是就覺得 為什麼 可是最不應該吃的就弟弟啊 可是因為媽媽很喜歡弟弟 因為你要打工 媽媽也要上班 那弟弟 弟弟他要傳香火啊 真的 他還那麼小傳什麼香火啊 弟弟要傳香火 所以不管怎麼樣 要把他餵大 要把他養大 但是真的他 就是因為媽媽很疼弟弟 所以不可能讓他餓 對 所以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就覺得長大 我覺得不要餓肚 我覺得這個打工的選項 雖然服務業很辛苦 但滿好 就這一陣子想吃美式的 你就去美式餐廳 然後我突然間覺得 在日式料理有點興趣 也滿想吃的 我就去日式日本料理打工 你看想法都不一樣 就每個人想法都不一樣 對啊 但我都沒想到 打工可以賺吃的 來 AVIO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怎麼樣星座的人 這個從小就非常有危機意識 這是很好的 哪些星座朋友 從小兌錢就有危機意識 其實我們長大了 每一個人兌錢 都有一個危機的感覺 就怕自己賺不夠 但是這些上榜的星座朋友 他們是從小的時候 對於錢 他其實就有危機的感覺 那麼請大家參考 太陽以及上升星座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是金牛座的朋友 只要談到星座關於錢的部分 我們都會講到金牛座 但是那個金牛座 從小他其實對錢 就有一個危機的感覺 因為他們個性就是精打細算 他覺得不想要再過苦日子 這個部分其實 對於金牛座的朋友來講 從小看到父母非常的辛苦 或者是看到爺爺奶奶 這麼年邁了 還要繼續工作 那他會覺得說自己的家境 不是跟那個父道人家來講 來比的話不是這麼樣的好 所以對於金牛座來講 他們從小對於金錢 對於他的零用錢 或對於能夠打工的機會 其實都會很把握 因為他覺得從小開始賺錢 從小開始存錢 那麼以後一定可以不用再過苦日子的部分 所以金牛座它是一個從小對金錢就有危機的意識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 天蠍座的朋友 從小對錢也是非常有危機意識 這個部分我們的詹子晴的上升星座就是天蠍座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紫晴 他的這個從小對於金錢有危機意識的原因 是因為他未雨綢繆 他覺得有錢才有安全感 其實對於剛剛紫晴 他敘述他從小的一個經歷 在打工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有未雨綢繆的感覺 比如說他找這個餐廳工作 就會想說 那我就可以趁著工作當中 可以吃東西 來去免掉了其他的一些三餐的費用 他其實就想的會比較多 那麼天蠍座他覺得說 有金錢會有安全感 而且剛剛紫晴也特別提到 從小他就幫家人買保險 他其實也就是一種危機意識 所以天蠍座他不僅是對錢有危機意識 他也希望家人都能夠有錢 或家人都有錢的保障 以免家人如果說遇到一些苦難的時候 會有一些措手不及的現象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這個星座 從小對錢也是非常有危機意識的 就是牡羊座 牡羊座會對錢有危機意識 來我們看一下牡羊座 為什麼會對錢有危機意識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他要個性獨立 其實我們剛剛看一下紫晴 他分析他的這個 從小的故事 個性獨立賺錢養活自己 其實這個部分是牡羊座 他們的一個成長的一個 與生俱來的一個個性跟特質 其實因為剛剛紫晴的一個特例 他是因為從小家境比較辛苦 但是對於大部分的牡羊座朋友來講 他覺得個性獨立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能夠自己賺錢 那如何證明 在同學的面前證明自己個性獨立 以及在父母面前證明自己個性獨立 對牡羊座來講 就是不要再跟父母拿錢了 所以牡羊座為了及早實現這個 在金錢上經濟獨立的這個現象 從小他們對於錢就會有危機意識 因為他們希望自己趕快能夠長大成人 趕快能夠有賺錢的能力 那麼有上班的朋友 金球座 天蝦座以及牡羊座的朋友 都是從小就對金錢有危機意識 給他做參考 來 觀眾朋友 另外一位好媳婦候選人 這個我可能準備要轉身頭了 蔡允潔 允潔 你別看他這樣漂漂亮亮的 他其實也是辛苦的 也是單親家庭長大 還是從國中就開始出去打工的 對不對 你都打什麼工 國中三年級開始打工 我第一份打工店是針腳店 那我去打工的時候也是一個小時 沒有那麼低 大概75塊 然後就是慢慢這樣子賺 可是我剛剛邊聽子晴講的時候 我邊想到一件事情是 對 我一個小時75塊 我一天可能就是兩三百塊 可是我經過文具店 我會想進去 可是 可是 我想進去的 我不會想要買 譬如說原資筆 它有45塊 50塊的 它也有10塊 8塊的 我就會覺得我今天有賺到錢 我應該買個7塊的 8塊的原資筆 不過分吧 靠賞自己 對 我發現因為 現在廣告都是告訴你 要愛自己 靠賞自己 對 要愛自己 公平臉 女人要愛自己 靠賞自己 我剛剛有仔細在聽那個 子晴講話的時候 我有去檢討我自己的生活 我發現是因為 我不是說我很幸運沒餓過 是我們家跟子晴家的狀況 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家是 我大概從幼稚園開始 我們家就有費用 然後一直到國中畢業 他們分開 我就等於是從一個公主 變成一個女僕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以前我要什麼有什麼 可是我現在 我只要不要跟家裡拿錢 我自己賺的 我為什麼不能花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剛去考慮過子晴的那個心理力錢 我也考慮過我自己的 可是我不懂 我從小就不會像他覺得說 拿十張一千塊覺得很了不起 我只要就是有賺的錢拿去吃一頓好的 我就會覺得很了不起 我就會覺得我不用跟家裡拿錢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 像我也去很多的餐廳打工 但我去餐廳打工不是為了要 就是吃東西 我去餐廳打工就是為了要賺錢 一個小時75塊75塊這樣子賺 我有一個壞習慣 真的到現在都有這個壞習慣 因為我每次去針腳店打完工 我會自己拿出我今天賺的錢說 其實我沒有辦法就是 我不知道那種是什麼感覺 腿皮薄啦 對 我沒有辦法跟老闆說 老闆為什麼我沒有吃的 我就會說老闆我要跟客人一樣 也不用講吧 因為有員工餐啊 對啊 老闆應該主動請妳吃啊 可是因為老闆如果沒有說 妳那個時候就會 像我前一陣子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幫一個人做直播 直播之後呢 就是我當場就買了一支 七千多塊的手錶 因為我覺得 就是直播正在賣的東西 對 正在賣的東西 那我覺得不是我真的很愛那支手錶 是因為我覺得 他如果給我三萬塊 我回饋七千應該也還好吧 就是我不知道我的金錢跟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對的 但是我今天就是來找不對的原因 然後去修正它 知道不對的 但是 就在那個當下 對 但是沒關係啦 人生就第一次慢慢的 知道不對就是個開始 對 然後像我之前本來就是高中畢業 就一直在打工 有考上大書 可是我那時候想說 一個 以我一個小時 七十五塊 七十五塊這樣賺 我根本賺不到大學的學費啊 所以我就決定去休學了 我就考上之後 我就去進一大學說 我要休學 然後我就自己去 連念都還沒開始念 就先辦休學 根本沒進去 就是我就是跑一趟台中 然後跟他說我要辦休學 那據我所知 那時候是休學可以休兩年 所以我就 這兩年我就去工作了 我就去外面工作 我有做房中業的祕書 一個月兩萬三月休兩日 而且我那個時候才只有高中的學歷 就我那時候兩萬三 然後又去購物台做服裝師 一個月一萬八 然後就沒有什麼 就是什麼週休二日了 然後還去做那個月子中心的祕書 就是總機類的 幾乎都是祕書跟總機類的為主 只有打工的時候是以餐廳為主 請問剛剛有跟我們講說 考上大學之後 就立即去辦休學兩年 你都有找到一個月有兩萬多塊的 秘書類的工作 總該存到錢 或是你把錢花到哪去了 等到我以後更有能力的時候 我再拿去還 可是永遠想說以後 那就永遠都不會還 因為我到現在也還沒還完 什麼 還沒還完 不愧啦 你今天幾歲 30吧 也還好 也不悶 都快高臨慘庫了 你還是要加幾歲就算了 好 都快高臨慘庫了 學貸還沒付完 對 我就說這個真的是 什麼意思 請問剛剛有跟我們講說 考上大學之後立即去辦休學兩年 對 你都有找到一個月有兩萬多塊的 秘書類的工作 對 總該存到錢 或是你把錢花到哪去了 可以區分成三大塊 一大塊是 因為我從來不會走進去 百貨公司裡面當貴婦 我也不會看著就是 很貴的那個雜誌去想要最新款 可是我會走進去十元商店裡面 或者是那種成衣店 就是一件九十九 或者是五分譜兩件一百的那種地方 我就會去當少奶奶 我會在那種地方找到屬於我的成就感 就是會花 便宜的東西買一堆 五分譜當少奶奶 這樣這件這件這件包寫 一件五十元 再去年才一百 不是 這是我們天秤座這樣 我要滿足我也有購物欲 我就去逛五十元店 買好多 對啊 輪廷以前也是買那種三十九元店 買一堆給我這樣 他超愛 我一大堆這種東西都是 他去逛的時候買給我的 我跟你講 三十九元那個 對 我那個時候還算貴了 我那時候都是十元商店 各大夜市都有十元商店 然後一次書籍不是三把十塊嗎 你就一次買五包的 五十塊 可是你覺得 買那麼多吧 幹什麼 五十包 妳會覺得便宜嗎 對 我會覺得便宜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妳只有在那邊的時候 會覺得妳活得像個人 對 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第二個區塊的話 可能是因為 我一直覺得離開了家裡之後 我一直在花錢買我的人生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最近比較密集被人家提醒說 你怎麼都沒有存錢這件事情 可是其實在前兩週 我剛好想到這個問題 我問了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花了太多的時間跟錢 去滿足你的小時候 應該是要夠 滿足小時候失落的那一塊 所以你會花一點錢去買一點快樂 對 買一點 你小時候曾經是家裡面的小公主 後來失落的那一塊 打工賺錢以前 再把那個小公主的感覺買回來 對 那你後來是不是也因為 因為家庭 這個父母分開之後 家庭沒有溫暖之後 所以你開始也交男朋友 想要買一點幸福回來 譬如說像我的第一支手機 很便宜的手機 也都是我第一個男朋友買給我 他可能就是會去吃吐司什麼的 為了買一支手機給我 但我會覺得說 他什麼都餵我 譬如說他會帶我去打子宮頸疫苗 他會花錢在我的身上 我也需要花錢回饋在他的身上 好特別的男友 就是我今天要送你一個很棒的禮物 走 我們去醫院打子宮頸疫苗 對 他會這樣 他會說 這個是你該做的 說我帶你去 可是他也不是把他當成 是什麼情人節禮物 我超生氣 這個禮物我老公到現在還沒送你 我老公到現在還沒送你 委屈又好好跟他叫我這樣 我老公就說 但我都會洗個很潛氣的 怎麼會這樣 還敢說 對 我才會潛氣 我現在反而一天他很偉先來 公主的委員 子宮頸疫苗 如果沒有性行為的時候 就應該要打了 對 就應該要做的檢查跟那個 對 我現在給我打沒打都不說 好 來 繼續 對 然後我就會想要 但兩個人在一起 當然男生愛你他也在付出 對 那你這邊呢 你賺來的 你打工賺來的錢 你要用在兩個人的生活上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一開始 我們其實蠻早就通知了 所以我們 我大概一個月要負擔的房租 是三千塊左右 然後再加上如果 因為他也是跟家裡達生活費 所以如果月初他的生活費已經 月初用完了 那月底就會用我的薪水去支付 Balance我們之間的開銷 對 然後譬如說我會買一些衣服給他 他買什麼給我 我就會想要買什麼回饋他 對 然後或者是有的時候我 我會在很多地方遇到一些乾媽乾爸 他們會送我一些東西 蛤 哪裡來的乾爸乾媽 就是因為有時候人家可能會覺得 你好可憐喔 就是這麼小 就是父母就不在你身邊了 所以就會有一些人來 我的貴人很多 叔叔阿姨之類的 對 叔叔阿姨來怜悯你 那他怜悯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那過年過節或是什麼節日 他生日我一定要買一個什麼東西給他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是很 一直支出一直支出的 我不會覺得錢握在手裡的感覺很好 我也不會覺得說 銀行裡有錢的感覺很好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有能力買東西給別人的時候 感覺很好 欸 你大三的時候 你爸爸給了你30萬付學貸 你有沒有趕快拿去還 把學貸還完 真的 沒有 你買了什麼東西啦 你也30萬耶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念書 我打工賺的錢沒有很多 所以我怕我萬一有個什麼 萬一我把錢留在身上 你就先把它存起來 對 就先把它存起來 然後當成生活費 結果呢 剛好遇到了一場車禍 然後我就手 那時候是腳斷掉 跟手這邊也斷掉 就不能動嘛 不能動就是那些 那30萬就會慢慢變成我的生活費 等到我以後更有能力的時候 我再拿去還 可是永遠想說以後 那就永遠都不會還 因為我到現在也還沒還完 什麼 學貸還沒還完 學貸可以多這麼久嗎 可以啊 現在因為政府比較體貼 年輕人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申請展顏的話 可以一直展顏 那展顏到50歲那也不是辦法吧 來來來 所以 你覺得你有在賺錢 但是錢都留不住 所以到現在 雖然已經是電視上的 明星通告藝人 但是你其實沒有存款 而且你節目 你畢業之後 你一開始學校的時候 當Show girl 因為也長得漂亮 但是這個是父母給的 給的天生的本錢 當Show girl 月入也不錯 上節目也有賺到錢 結果你想減肥 買了十幾萬的直銷產品 你別想去 他還沒 你看他一開始找藍色 去學唱歌 歌也沒有唱得比較 結果 然後因為住在基隆 又去買了車 我也是到今天 我才覺得我夠了 不應該再花錢 去彌補人生了 我夠了我知道了 你確定你知道你錯了嗎 我明年來 我們不要再聽你拐彎抹角 講說有的沒有了 他說明年來怎麼樣 明年來我就 有寵寵 帶著第一桶金來找我 拿純澤鋪來秀喔 純澤這個戲也來純進去了 也看得出來喔 因為有日積月累的痕跡 所以 你現在知道你出來哪裡 自己說 就是我一直覺得 我不管是九天可以賺十萬 還是一個月可以賺十萬 我都跟我賺兩三萬的時候的花錢 是如流水的 因為我會覺得不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有一個觀念非常不對 就是我一直覺得 小錢就不是錢 所以我就會一直告訴別人 說我又沒有買名牌 我又沒有買什麼東西 你們會覺得我很花貨嗎 我跟妳講 自走喔 我還不如請妳去買一個名牌 少太老值呢 對啊 他賣掉很有錢 可以拿一些回來呢 就好 我懂了 所以一年後 沒有 我跟妳講 明年的六月 現在六月初 我們一樣發他來 我們就來檢視說 我們允潔的懺悔 到底是 趁真的趁假的 真的 因為我們是 你要這樣講明年六月 允潔帶來他的第一百萬 人家 子晴帶來 新的房地產地盡 他帶來第三個房地 不是啦 因為我們節目 真的不是一個說說笑笑 或者是 只是來好玩的綜藝節目 我們真的很希望說 來上節目的人都能有收穫 都能夠有些觀念上的 或者說實質上 老師們給予你們的一些 建議方向 然後因此而你們變得更好 可是我覺得我的更好 有點太慢了 對 就是我應該 也不愧然 今年也幾歲 30吧 也還好 也不慢 都快高齡產婦了 你還是要加緊數 對 好 都快高齡產婦了 學代還沒付完 對 我就說這個真的是給你信仰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來喔 玉佩老師 求人 其實像允潔這樣 身邊有錢卻存不下來留不住的 我覺得太多人了 是的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化解 這種漏財啊 存不住錢的招財秘法 可以幫幫他們 就到了大學 因為不好意思 台大還是有點執勤 那大學呢 我的時薪立刻跳到800塊 因為我去當家叫 時薪 我一個小時就是800塊 那到現在其實我還是金融界的講師 那我的時薪就不好意思 不是幾千塊 我是幾萬塊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剛不停強調知識就是力量 你要對自己的人生 要非常非常的有慧 來喔 玉佩老師 求人喔 其實像允潔這樣喔 身邊有錢卻存不下來留不住的 我覺得太多人了 是的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化解 這種漏財啊 存不住錢的招財秘法 可以幫幫他們 好 允潔在這種Hobby版的人 比比皆是 就是省小錢花大錢 然後漏沙乘茶 他認為35塊很貴 可是卻花10塊10塊50塊了 買了一大堆沒有用的垃圾 那沒錢就沒錢 有錢就會有事 稅錢永遠都留不住 所以老師今天就是要教大家一個密法 這個密法的名稱就叫做 輕鬆擺脫漏財 讓你人才合一的招財小密法 就大家看 拍下來 其實我相信想要賺更多 甚至於想要省更多的人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老師今天要教你的就是一個 用很輕鬆的方法 就是利用飾品來幫你補財庫 其實在女生來講 日常生活當中最重要的 我們的隨身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衣服 另外一個就是飾品 其實自古以來 飾品它可以象徵一個人的身份 因為飾品它長時間在我們身上貼近我們 時間是非常長的 所以一個好的飾品 它除了可以給我們帶來好的氣場之外 也可以增加我們的人緣 甚至於增強我們的財運 但是市面上的飾品的款式 比比皆是 我們到底要選哪一種款式才能夠達到招財的效果呢 所以大家就仔細聽好 第一個呢 我們款式來講一定要選擇葫蘆造型的 比如說葫蘆造型的醉裂 或是葫蘆造型的手鏈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有化解漏財 鎖緊財氣的效果 像老師平常啊 手上就會戴著葫蘆造型的手鏈 或是呢 項鍊 因為它不僅呢 它算是可以化解漏財最強的一個武器 那再加上葫蘆它本身 它的造型是度大口小 它讓你的錢容易進不容易出 所以葫蘆是首當的 當然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葫蘆的比比皆是 市面上你都可以看得到嘛 但是呢它的材質很重要 有玉的啦 有水晶的啦 你弄錯了材質其實也沒有用 在這裡呢老師特別要講 一定要貓眼石的 因為貓眼石呢它是好運的象徵 它可以啟動財富的靈性 所以我們要選擇貓眼石 那第三個要注意的就是 貓眼石的顏色有很多啊 對啊紅的綠的黑的啊 那我們一定要選用白色的 因為白色的五行它是屬金的 它是可以增加我們的財氣 所以老師身上戴的 這個就是白色的貓眼石 那當我們呢 這三個條件都具備之後 難道我們的柴庫就補了嗎 NO 最重要的還要往下面來看 當我們這個葫蘆的 不管是醉煉也好或是手煉也好 我們取來之後呢 我們一定要配合生肖 取得一個吉時把它掛上去 這個吉時它就是一把鑰匙 啟動財運的一個鑰匙 那我們這個吉時呢 是配合生肖取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生肖是這樣 如果呢你的生肖是屬於猴鼠龍 那麼就請你呢在早上的七點到九點 把你的手煉或是項鍊刮上去 如果你的生肖呢 是屬於狐馬狗 那麼就請你在晚上的七點到九點 把你的飾品刮上去 如果生肖是在蛇雞牛的話呢 它是凌晨的一點到三點之間 那如果你是豬兔羊呢 那麼下午呢 一點到三點之間 那在這個時間點上 你掛上去啟動了你的財庫 這個財庫最重要 把你的花錢的態度稍微做一些調整 你會發現你的財運其實是 真正那麼那麼的好 錢才是能夠入庫的 所以密法很簡單 大家就按照這個步驟來做 是很有功效的 就給大家做參考 是 謝謝老師 來來 今天雖然兩位是 媳婦候選人 但是我們豔麗財經專家 你會當這個財經專家 對數字這麼的有感覺 我們也想聽聽你的故事 我小時候我的志願 同學都會寫什麼 當老師啊 當護士 我不是欸 我小時候的作文的題目 我的志願 我就一直寫 我立志要當有錢人 但那個時候小時候 小時候就這麼明確 這麼清楚說我要當有錢人 對 只是說小時候 你會不太確定說 所謂有錢人到底是要幾百萬 幾千萬或者是商議 不太確定 可是你會知道說 我一定口袋裡頭要很多錢 那最主要就是 剛剛提到我們家 其實也蠻辛苦的 我爸爸就是一個 很普通的小兵退休 所以幾乎都是靠媽媽在那邊 就是撐起整個家 所以我媽媽做過好多工作 什麼在醫院裡頭當看護 然後也賣過早餐 也當過清潔工等等 那所以就會告訴自己說 盡量不要讓媽媽那麼辛苦 所以其實我是在國中畢業之後 跟子晴很像 國中畢業之後我就不停打工 然後在研究所畢業之前 我做過二十幾種工作 經過這麼多打工之後 臉皮會變得比較厚 然後對那個挫折的容忍度 其實是比較大的 也就是一直到現在不管呢 老闆怎麼罵我 或者是同事怎麼在背後暗傷我 無所謂 我們這個世界只要我老公愛我 爸爸媽媽公公婆婆愛我就可以了 為了要去打工 騎著我的小綿羊機車 因為那就是也是打工賺錢去買機車 然後代步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那常常就是下大雨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同學可能在家裡看電視啊 或者是去看KTV 可是我卻要騎著我的小綿羊機車 然後下大雨穿著雨衣全身淋濕 到補習班去交作文 確實你會知道自己賺的錢是辛苦的 可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會特別珍惜每一分錢跟每一好錢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就是研究所畢業之後呢 本來幫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標 是三年要存一百萬 不是賺嘛 是三年存一百萬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說 其實因為我數學還不錯嘛 你就回推回來 三年一百萬 所以一年要存三三萬 一個月大概是兩萬七 兩萬八 後來就發現說 哇 超簡單的 我一個月不只存兩萬七 兩萬八 因為那時候我的薪水已經 我的底薪是四萬多 然後為了要加速這個人生第一桶金的目標 我就不停地開源解流 很簡單嘛 開源解流 所以開源的部分就是所有的 可以接的案子我都接 那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不敢或我不會 或者我沒有經驗 有沒有這種 每一件工作都是沒有經驗的 但無所謂嘛 你就想辦法讓自己裝得有經驗 我覺得這個態度好重要喔 對 其實呢 當然我們在人家邀請我們這個新工作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沒有經驗 可是一旦答應之後 我們就全部投入嘛 對 你就是去收集一些相關的一個資料 然後甚至呢 你可以去調一下其他的影帶 或者是其他的講師他們是怎麼講的 對 所以其實我後來存錢速度很快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發現我年輕的時候打工 跟剛剛兩位美女一樣 我年輕的時候打工一個小時 可能只有四十塊跟五十塊 可是到了大學 因為不好意思 台大還是有點值錢 到了大學呢 我的時薪立刻跳到八百塊 因為我去當家叫時薪 我一個小時就是八百塊 那到現在其實我還是金融界的講師 那我的時薪就不好意思 不是幾千塊 我是幾萬塊 對 所以就是說我剛剛不停強調知識 就是力量 你要對自己的人生要非常非常地有規劃 三十歲之前賺錢的方法 我覺得跟子晴差不多 可是三十歲 因為妳還沒有存到錢 林杰妳先退一下 可是三十歲之後 方法跟速度可能就跟子晴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三十歲以前 我們確實可以靠勞力 靠慢慢存錢 存到妳人生第一個一百萬 或人生第一個三百萬 可是當妳有人生第一個一百萬的時候 妳就要想辦法靠過理財 讓妳的錢的速度 滾錢的速度是變快的 速度跟幅度都要加快 這樣子其實 妳的賺錢才會比較輕鬆 因為老了的時候 五十歲以後 妳不可能再靠體力去賺這些事情 賺這些錢 真的 對 哇 來來我們這個三位都講過 他們的成長的故事 但還有一個重點是 跟錢有沒有那個感覺 對不對 跟錢到底有沒有緣分 真的 好 你跟錢的緣分好嗎 喔 我很愛他 誰都愛他 我覺得他還蠻愛我 他在我身邊都會留蠻久 你跟錢是有仇的 我知道 他比較愛我 平良心講 我要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其實 他都會來追妳 我會有一點像 妳都把他趕走 因為從小對於賺錢 很早就出來打工了 我的觀念裡面永遠會覺得 沒錢再賺就有 對 所以我對於花錢這件事情 也是有點不眨眼的 因為我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很奇怪 就當我沒錢的時候 我工作機會就進來了 所以也一直會造就我一種 就是會覺得 沒關係 哪有可能有沒錢的時候 可是這個也不要太酷勢 因為真的不是這樣 因為有流年的 妳跟子晴是一組 我跟 我跟允潔 妳跟允潔 我跟子晴是一組 對 所以一年後我們要比什麼 你新的房地器 跟我承擇的 一百萬 我跟你講 我可能 我可不可以跟你比 包包我多了好幾個 可能妳要穿包生紙 是不是 我就拿 真正的H包 不是那個便宜的H包 來 子榮老師 我們就來進行恐怖的心理測驗 我們要測 我跟錢 有鹽分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就是呢 經過一個古蹟 看見一個 這個一口干涸的這個枯井 妳在就往枯井裡面看去呢 會看見了什麼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井底有青蛙 B的選項是井底有花 C的選項是突然先有水冒出來了 D的選項是有人在井底講話 直接來選 又民雄孤僅 經過的時候看到了什麼呢 好的 來 我先選 我當然是選水囉 好的 允潔 傑可 井底有花B 赫 我也是C 我也是選C 我也是選C 當然有水冒出來 我選B 有花的 A 青蛙 金底有青蛙 來看一下我跟錢到底有沒有緣分呢 然後那時候常常其實因為我買四隻的時候 其實壓力也很大 因為其實賺沒那麼多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月我薪水不夠多的時候 我就會跟別人借錢 然後去付那支基金的定存 妳們把他解掉算了 對啊 就解掉 可是因為他在賠錢啊 所以我就是不可能把他解掉 我就是一直每個月偷偷偷的 我也沒有就是停存 就是沒有停掉 然後再停 就是一直每個月付付付 然後我就是下個月的多錢 然後我就是再還給朋友 所以那時候我身邊很多貴人 就是都我在借我錢付弟弟 來看一下我跟錢到底有沒有緣分呢 選擇A選項的井底有青蛙的現場 有艾芬的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你跟錢的緣分指數是25分 好他們呢 是破財消災啊 錢不安分喔 他們的錢呢 其實錢都會進來 但錢呢都沒有辦法留在他的身邊 例如說呢 有他的錢財是有進喔 但是也有出 錢財是留不太住的 如果他找到地方花錢 他的錢就是留不住 例如說現在前方有便利商店 有大賣場 沒關係我只是進去逛逛而已 但是逛逛之後 兩手就會有帶東西出來了 所以呢他們大部分都是 就是慾望太多消費就太多了 就把錢花在這無謂的消費上了 比較在意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選擇B選項的 KIM有花 現場有允潔還有玉佩老師 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 你跟錢的緣分是 百分之三 他們呢是 錢入你帶 投資獲利 所以呢 其實錢啊 大部分都會進入到你的袋子裡面 你的錢帶裡面 所以你是會賺錢的 只是說你要用你的錢去投資 要去理財 你財不理 你是沒有辦法理財的 所以呢你要懂得理財 你一定可以用錢去滾錢 賺到更多的錢財 咬來更多的錢的 所以你要把握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選擇C選項呢 現場有燕麗還有子晴 還有篤玲哥跟靳淳姐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 你跟錢的緣分指數是100分 你們呢都是錢財要守住呢 財神有在幫你雇錢 所以呢你大部分的錢都知道 只能進不能出 你們很清楚的知道 人生當中錢財呀 要花出去一定有需要跟想要的部分 想要的很快就會被你打槍 需要的你才會付出錢財來去購買它 所以你們很懂得賺錢跟省錢的方法 所以呢一方面你自己懂得理財 懂得開源節流 而且也懂得知道賺錢的方法 而且這個賺錢方法是你很清楚知道 自己適合什麼樣的賺錢方法 跟知道自己適合什麼樣的省錢方法 在你身上錢財都起了作用 嗯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可能有人選到這個選項 就是 有人在井底講話的 你跟錢的緣分指數是60分 他們是呢 散財種福田好事多磨 他們是有錢的 而且他們錢財是懂得布施的 而且在布施錢財的這個部分 你不要擔心賺不到錢 他們的錢財要賺第一桶金 沒關係 好事多磨就是需要時間慢慢的累積 所以選到這選項的朋友們 他們的錢財是 該花就花 該省就省 所以他們還是懂得 慢慢慢慢積少成多 在累積他們的財富 給大家參考 欸他們除了賺錢存錢 子晴跟允潔也都有投資喔 是 子晴你從18歲開始就買基金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把錢存在戶頭裡賺太慢了 因為利息太低 那那時候又不懂 所以我就問了公司的老闆拿會計 就有什麼辦法可以快一點 那他們就推薦我可以先買基金 那因為那時候我還小 所以那時候我就叫媽媽 就不說 我就問了長輩說要買哪一支 然後就叫媽媽說 媽媽妳就每個月5千塊幫我買這個 那個基金 然後就這樣一直存一直存 存了好幾年 然後後來我是隔了一年以後 又再存 再買了第二支基金 都是3千塊定存的 不是 好幾年 妳都沒有那種恐懼感 就是去了解一下 現在是賺還是賠 我會去看 可是因為我就會抱持著 我沒有把妳賣掉 妳雖然是負的 可是都不代表我真的賠錢 因為我還沒有把妳賣掉 那我就是當一個存錢的心態 因為我覺得一直擺著 總有一天它會起來 所以我 這個觀念我先保留 等一下問一下 顏黎琪 對 那就是真的很幸運 就是我後來總共買了四支 兩支三千 兩支五千 都是存了好幾年 然後有一支是我買的第一支 那支後來讓我獲利 53% 就是很高 我記得有一次跟葉莉姐錄一個節目 她有說那支買對了 因為我買的時候是差不好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上節目 剛好是她獲利57% 他們就說妳買對了 可是後來有點往下 所以53的時候 我就把它趕快脫手賣掉 所以那時候就賺了很多錢 然後那時候常常 其實因為我買四支的時候 其實壓力也很大 因為其實賺沒那麼多 所以有的時候 那個月我薪水不夠多的時候 我就會跟別人借錢 然後去付那支基金的定存 妳們把它解掉算了 對啊 就解掉了 可是因為她在賠錢 所以我就是不可能把它解掉 我就是一直每個月偷偷偷的 我也沒有就是停損 就是沒有停掉 暫停 就是一直每個月付付付 然後我就是下個月就多錢了 我就是再還給朋友 所以那時候我身邊很多貴人 就是都有在借我錢付基金 是喔 對 不過Yanny姐 剛剛子晴說 我的想法就是 不管她是賠還是賺 反正我就一直擺著 反正她永遠都是我的 這個概念對嗎 我先講因為剛剛子晴有提到 就是說因為她這個錢 不太夠的時候 她就跟朋友借錢 對 但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會借給她 她是一個超級無敵自律的人 她一定會還我錢 甚至還會比如說 還我個利息送個小禮物給我 所以借她錢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另外回答 靖淳剛剛問的那個問題就說 那基金如果說當虧損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這樣扣款下去 那前提是 因為我不知道她是在六字裡頭 到底買了哪些相關的一個基金 但前提是叫這檔基金 它算是同類型裡頭 績效 長期 中長期績效裡頭 算是比較好的基金 那可能剛好遇到全球的股災 或者是有什麼重大的一個 突發的一個事件 那當然這檔基金 它也會遇到倒霉事 好基金遇到倒霉事的時候 你就千萬不要停扣 那不僅是定期定額一直扣下去 甚至你還可以單筆加碼 對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基金沒有那種所謂死掉 或者你整個學本無歸 有 還是有 所以前提是 看你是挑什麼樣類型的基金 那一般來說 對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全球股票型基金 或者是單一國家型基金 比如說台股基金 或是卑賓基金 或者是泰國基金 只要這個國家 它的經濟的前景沒有太大問題 國家不倒 基金不會倒 沒錯 沒錯 就是說股市是波動的 那波動越大越適合定期定額 對 所以只要這個國家沒有太大問題 你其實定期定額10年 15年都OK 可是如果你買的是產業型的基金 那就要去細看了 就要做工作 對 比如說像原物料 原物料一個景氣循環是8到10年 那如果說你是買在高點 那你這樣定期定額扣 扣3年也許還沒有賺到錢 那有些人他就會比較心急 因此他就停扣 那就很可惜了 因為如果你在持續扣下去 扣個5年或7年 你就有機會搬回來 甚至會多賺一點 所以就是每個基金類型不太一樣 對 那允潔你也買基金啊 對 我也是有力爭尚有的時間 因為我不把話 講完 但後來解掉了 我也想給他留一點辮子 觀眾都有 基金有賺有賠 有人解 有人沒解 他怎麼會解掉 我們正想知道 存到三萬多塊的時候 就有一件事情就 又需要用錢 坑就來了 因為我沒有想到 可以去跟人家借錢 去用基金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反正我沒有錢 我也繳不起 那我繼續放在那邊幹嘛呢 我就當然解掉啊 可是 其實好 除了投資這件事情 還需要學 那對我是比較 那個 level比較高的等級 我想問一下他們兩位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們平常是有在記帳嗎 不然他們怎麼會記得 他們錢花去哪裡 一定要記帳 絕對要記帳 你投資一定要有個記帳的APP 然後再來就是 像我很喜歡Yoyo卡 所以它會記我每一筆的紀錄 我就會知道說 我這個月花哪裡比較多 比如說我停車費花比較多 那我下個月可能就是盡量 少停車 或者是比如說我這個月 不是少停車 沒有就是 沒有就是盡量去停那種路邊 比如說晚上8點後可以停黃線 對那有時候可能圖方便 我可能還會停在停車場 那其實8點後我多繞幾圈 可能黃線就可以停 對就是我會自己評估 那你是用APP比較好記 還是紙本 一定要用APP 因為你本本會忘記 你APP是我現在話 你就要立刻記 艷麗 像子晴這樣對賺錢存錢 有渴望的人可以做什麼樣的投資 對啊 我覺得子晴因為他超級無敵 有紀律的 所以他不管做什麼投資 我都覺得OK耶 意思就是說他不管是買 股票基金或者是房地產 或者是買保單 他剛剛有說他年紀很小的時候 他就幫家買保單 我覺得他不管買哪一個投資商品 他都會非常有概念 因為他愛惜他的每一分錢 所以不管買了什麼 他都會稍微看一下說 我今天的這個績效狀況如何 如果真的是跟當時的 預設的目標有很大的一個差距的話 他甚至會停損 也就是說他不管是停歷或者是停損 他都非常嚴謹 有他自己的紀律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子晴不管買什麼都好 那重點就是說 因為他年輕 好 那他現在可以多買一些商品 那因為年輕嘛 所以時間是在他這邊 他只要買一個 比較穩健型的一個商品 因為我不知道他對其他商品的 了解度跟精準度如何 但他只要找對一個商品 一年6到8% 他的本金7年就可以翻一倍 所以他只要找到每一年 很驚人一倍 今天來上這節目收穫很大 收穫下了 謝謝 對 所以其實 其實就是子晴只要找 我剛剛講的嘛 每一年的這個投報率6到8% 其實這樣的商品還蠻多的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的一些 再運行基金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積極型的一些保單 他其實都能夠創造一年6到8%的 一個績效 那就是要看 子晴他到底對股票基金 還是買不動產會有興趣 因為他可以找一個自己 比較有感覺的一個商品 因為你有感覺 你就會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去研究它 那你就會提高你的投報率 是 那像允潔這種呢 允潔我覺得他有個心魔 他這個心魔就是 他會不停的告訴自己 就是如果我錢留在身邊放太久 我會被錢咬 他可能有可能是出車禍 或者是說會有其他的魔鬼來找我 或者是就沒有工作了 沒有工作我就等要把我身上的錢 拿出去花了嘛對不對 不對 不要看我 他在找同一陣線 所以我單純的覺得這個就是心魔 你要想辦法去跨過這個門檻 那要解決這個心魔的問題 也不難 想辦法一個是解決心魔的問題 一個是他事實上不能有錢 這種事實上不能有錢的人 與其亂花掉或者不知道留去哪裡 他是不是直接找哪一個投資型 把它丟進去 有 真的很適合允潔的商品 比如說 他所有的投資更加合夥也好 都是賠錢了事 最後他發現 錢只有放電純會比較安全 但是他的錢放到電純 等到一筆數字之後 他也不會礙於電純 他會把它等到不動產 他們適合電純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膽小輸不起 他們很怕把錢放在別的地方 萬一報銷了 結果不會失敗 他會不會失敗 他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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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事實上不能有錢的人 與其亂花掉或者不知道留去哪裡 他是不是直接找哪一個投資型 把它丟進去 有 真的很適合允潔的商品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儲蓄嫌 就是你單筆買 比如說你像你剛做了直播 也許賺了十幾二十萬 立刻 立刻隔天你就去買儲蓄嫌 不管你是賺十萬二十萬 隔天扣掉你的生活開銷之後 通通去買儲蓄嫌 通通去買儲蓄嫌保單 然後因為現在有六年 八年 十年 二十年的商品 那你就看你的狀況跟需求 因為他一綁就是綁六年 八年到十年 不準解約的是不是 不準解約 而且市面上的商品利率不太一樣 那有的會1.5% 有的是到2.5% 所以你只要花一點時間去挑 你就挑那一種六年期 然後每一年至少會付你 2.5%利息的儲蓄嫌 我覺得這非常適合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商品 叫做政府公債 台灣政府會不會倒 不會嘛 當然就說兩岸關係敏感 這我不知道 但美國政府會不會倒 不會嘛 那十年期的公債 現在呢殖利率 我們翻譯成白話文 十年期的公債 它的利息就是3%多 如果允潔錢十年太久 那你可以買三年 三年也有2.5% 對 所以允潔非常適合 這種就是一筆錢給它砸下去 然後呢 任何的人來 英國公債 泰國公債 反正它也不會倒啊 看國家 那如果說是委內瑞亞的話 壓力就比較大 但是它的利息是不是超高的 那如果是我們不熟悉的啦 它的利息是不是超高 是因為呢 它貨幣狂跌 那因為它的通膨有800多倍 經驗的通膨 通貨膨脹率是800多倍 對 所以它的貨幣是狂跌的一個狀況 這種就不適合我們嘛 我們就買幾個成熟國家啊 英國啊 或者是剛剛講到美國 這個就蠻適合語捷的 是 好 來 玉佩老師 我們就從紫薇來觀察財伯公 可以看出適合自己的理財方式嗎 是 財伯公是看我們這輩子 會有多少錢 還是看我們的理財方式 第一個看你花錢的態度 第二個呢 也是理財的方式 第三個呢就是 你跟錢財有沒有仇 喔 好 大家呢就把紫薇名盤端出來 我們把財伯公給找出來喔 燕麗的財伯公裡面做到的是 對不對 太陰化科是不是 太陰 對 太陰化科 好 然後我對公是太陽花鹿 我都記得 允潔的呢 允潔這一盤好像還好 你看他的財伯 財伯 太陰 太陰 文曲 好 紫琴的呢 紫琴 借過來 天同家 天涼 看對公 看對公 看對面的 對 天同家 天涼 好 那我要說明喔 命格所適合的 第一個不見得是 你現在在做的理財的 第二個不見得是你有興趣的 但是呢你如果從著你的命格 去做理財的話 那它給你帶來的安全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們就先來揭曉喔 理財方式呢 比較適合保守放定存的 財伯公裡面如果做到了 七煞或是紫威或是天同或是巨門 像七煞這一顆信這麼衝動的 以它的性質來講 它怎麼可能保守放定存 有兩個原因喔 第一個呢你如果要它去買股票的話 股票基金 它沒有耐心去看數字 它也不會去分析現在股市的一些狀況 大部分都是任賠出場 還有的七煞的人呢 是因為資錢不斷的投資 他得到了教訓 他所有的投資跟人家合夥也好 都是賠錢了事 最後他發現錢只有放定存會比較安全 但是他的錢放到定存 等到一筆數字之後 他也不會安於定存 他會把它轉到不動產 但是呢 他的原生存錢的方式是定存的 那麼至於紫威天同跟巨門 他們適合定存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膽小輸不起 他們很怕把錢放在別的地方 萬一報銷了 血本無歸怎麼辦 所以他們剛開始就會選擇定存 或是那種 剛剛葉莉說的六年期的保險 八年期的保險 那至少我這個錢我看到了 獲利不大 但是我看到了 所以這個組合的人 他們剛開始是保守放定存的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它是投資不動產 如果財博工作到了 破均或是貪狼或是天府 或是無曲或是太陰的人 有這些組合的人 對不動產的敏銳度 條件很好 就是財博工不要有其他的煞薪 那我等一下會把煞薪在財博工 是哪些煞薪呢 告訴大家 我們來看第三個組合 是它比較適合買理財性的商品 比如說財博工裡面有天機或是天良 天象太陽或是聯爭的人 那理財性的商品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股票基金黃金期貨跟外幣 有很多錢大部分都會在這些項目當中給流轉 因為他們對於數字的這些 他們還滿有興趣的 也會追逐它這個數字跑的一個快感 當然適合這些的人不見得他可以在上面賺到錢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不會賺到錢 如果你的財博工裡頭 不管你對到的是哪一個 裡頭有寢陽 火羅或是火星或是靈星 或是地空或是地劫或是 劫空或是劫劫 好 我舉例來講 在這個組合的人呢 財博工有七煞的人或是有天童的人 他裡面有寢陽或是脫羅 會有一種狀況 雖然說他也做了定存 但是這個錢到最後不見得有 留得住 為什麼 可能家庭的需要 這筆錢到齊了 然後錢也就出去了 那像有的人 他比如說買了理財性的商品 他買對了 但是因為裡頭有這些煞心在裡頭 好 時不時眼看他的股票這樣起來了 遇到全球性的股災 會因為環境的關係 而造成他錢財上的一個流失 所以你適合 但是會因為一顆老鼠死 害了一鍋粥 原本讓你賺錢的 因為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你就會有一些損失 不動產也是這樣 如果說你把你所有的資金 都砸在不動產上面 雖然是你的理財理對了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不動產其實 它的獲利雖然很大 但是它的變現率是很低的 當你急需要用錢的時候 你的房子拿去賣 你可能賣不到好的價格 甚至於你可能會賠錢賣出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理財的時候 都要給自己預留一個回旋的空間 一個彈性 尤其是你把錢放在不動產 或是股票上面的時候 放定存還好 我隨時解約 我就可以錢拿回來 我不會造成損失 可是我如果放在不動產上面 或是股票基金 你放在它上面的話 萬一現在股票基金 你是往下跌的 你怎麼辦 你欠這個錢 你是不是要認賠的殺出來 所以這個組合就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在投資理財的時候 找到適性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要給自己 預留一個彈性可以活用的錢 不要因為臨時急用 而造成你錢財上的損失 這三個組合就給大家做參考 走了 老師幫我看一下允潔 怎麼辦 這女生 蔡博公是泰銀 對公是天津 感覺沒那麼糟 他沒有很糟 但是煞心是沒有寫上去 但是呢他的財博公是 對公是天津 感覺沒那麼糟 感覺沒那麼糟 他沒有很糟 但是煞心是沒有寫上去 但是呢他的財博公是 對公是天津 來講就代表他的錢 其實就是一個流動的財 而且他的天宰公是什麼 你的手拿開是紫薇 你看喔 以田载工来讲 允杰也真的适合 要把钱放在不动产上面 因为你的田载工 算是很漂亮的 算豪宅型 对 而且是属于高楼层的 你适合买高楼层的 而且以你的这个不动产 田载工的三方来看 你的房子比较适合 是在商业区 买在商业区 旁边带有银行 带有类似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环境 可是商业区 你也不要想说你买不起 你可以买很老的房子 三十年的 只有十平的 但是呢 它又老又小 但是因为你地段买得好 它增值潜力就很高 它可能很快都根 你小幻大 对啊 出租很快 而且脱手很容易 现在对于你来讲 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第一桶金 所以不要辜负了你 田载工这么漂亮的一个组合 其实你是有能力 把买房子的 只是你在不经意当中 漏沙成塔 你把你的头期款 都三十九块买的 不是三十九 十块钱 十块钱买掉了 加油 加油 来 接下来这一题 两位妹妹注意了 好 希望你们上榜 艾菲尔老师帮我们分析 什么新作的人 在2018的下半年 存款可以暴增 存款可以暴增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 特别在新作的部分 哪些朋友呢 在2018年的下半年 财款可以 存款可以暴增 这个存款暴增就是说 有财又有库 非常恭喜你 那首先我们来 大家看一下第三名 太阳上升 如果有上榜的朋友 来我们看一下哪位有上榜 来恭喜天秤座的朋友 天秤座的朋友 上了我们这一集节目以后 开智慧 而且财神也眷顾你 我们来看一下天秤座的朋友 为什么在下半年财库暴增 整体来讲是财运的照耀 而且钱财滚滚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天秤座的朋友 在今年其实整年度财运都不错 那么到了下半年 这个财运的走势 还是向上攀升 因此如果说你现在 不管在做工作做投资 或者是说你想创业的朋友 还是必须持续 你整个上半年的力道 一直把它延续下去 那么今年在实现财富梦想的 这个美梦 就一定能够实现 所以要把握财运的机会 所以今年一定要努力 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我们看看哪个星座朋友 有上榜 来就是紫婷的 梅羊座 恭喜恭喜 来梅羊座为什么在下半年 终于财运要走运了 恭喜你是投资顺利 而且是老板加薪 这个部分是两方面做 分析 一个投资顺利是说 你自己有零用钱 有零花钱 或者说你自己呢 对理财的部分特别有兴趣 尤其是刚刚听了 艳丽的这个建议以后 你开始呢 在下半年开始要规划 买一些投资性的商品 代表说你把一些闲钱 拿做有效的利用 那另外一个部分 在你工作的正值的工作 老板也看到了你的工作表现 以及投入 所以要给你额外的加薪 因此呢 梅羊座的部分 是两方面得财 一个是呢 用自己的闲钱 来做有效的投资 另外一部分是老板来加薪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的部分 东西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的朋友 好 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猪女座的朋友的话 来看看下半年是财款暴增的原因 就是买卖房产 而且呢获利倍增 最近呢刚好进入到这个房市的 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 所以呢 猪女座的朋友 可能在做房市的投资上面 已经有一些规划 或者是蠢蠢欲动 因此呢下半年 可以积极的进入股市 多比较 也许呢买一个黄金宅 或者买一个黄金店面 那这个部分的这个发展跟效益 可能是会得到三五年后 会有倍增的机会 因此呢恭喜天秤座的朋友 母羊座的朋友 以及处女座的朋友 在下半年都是财库暴增的星座 给她做参考 是 好 这子荣老师来帮我们进行 恐怖的心理测验 大家催下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感到富足吗 好 一起来看题目的 就是在朋友的聚会中 突然有人拱你出来表演 其实你深藏不漏 请问那是什么样的才艺呢 直觉来选 我们有四个选项 A的选项是变魔术 B的选项是这个软骨弓 C的选项是手掌能吸铁 D的选项是拉小提琴 不用去想想 不用去想说你到底实际会不会 你就猜想你会哪一项 直觉来选 好 我选变魔术 我也选变魔术 我是软骨弓 老师嘛 小提琴 来 跟软骨弓 手掌可吸铁 我也吸 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感到富足吗 好 选择A选项的现场有艳丽 还有允杰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你的这个富足指数是100分 好 太深了 好 他们是口袋满满 财运好满足 未来一个月你会发现自己赚钱的机会变多了 而且赚钱的方式变得容易了 未来一个月可以让你口袋满满 但是不要忘记哦 口袋满满的当下一定要做好投资理财 会帮你钱滚钱力滚力 你才是真正能够赚到钱的人哦 好 选择B选项的现场有子晴 还有艾菲尔老师选到这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一个月你的富足指数是60分 还有呢 是怎么样呢 有缺就要补 而且勤劳能补运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未来一个月你缺钱 就是去赚钱 赚了钱呢 记得不要懒 不要觉得累 不要觉得好忙好烦 就是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勤劳 就能够帮你补运 能够帮你赚到更多更多的钱财 所以有缺就要补 钱当然是永远都不会嫌太多的 所以呢 你就是告诉自己 我就是缺钱 我就是要去赚钱 可以帮你补运的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C选项 手掌能吸铁现场有 笃铃哥跟静纯姐两个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你的富足指数是80分 好 没错 好 在哪一方面呢 就是 美食饗宴啊 身材好满足 未来一个月 吸进来都是吃饭啊 未来一个月你会发现 这个应酬变多了 吃饭的机会变多了 朋友聚餐变多了 你的身材 你的心 你的这个美食饗宴变多了 那也要特别注意到 这方面感到很满足 也要想办法注意 这个钱财方面 可能就会流失的比较多 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D选项 拉小提琴 现场有玉佩老师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富足指数是30分 比较少哦 好 在哪一方面呢 就是心灵空虚 凡事不满足 选到这个选项的朋友们 代表着你最近为了自己 附近的事情啦 人事物啦 家人朋友啊 操劳过多 所以你心灵上面 有一些些不满足的部分 就是容易为了他们生气 为了他们难过 为了他们烦忧 为了他们担心哦 所以呢 如果呢 你可以稍微静下心来 对自己好一点 你的心灵就会非常的满足 而且会觉得 自己多爱自己 给大家参考哦 好 来 谢谢老师 来我们节目最后呢 我们来挑媳妇了哦 老师都有儿子哦 现在没人介绍了两个 来相亲的 来 选 他也很坏耶 哎呦 你干嘛 选 房贷还没付完呢 请不说 学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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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后视看好 因为他现在有反省 他想到冲动 跟子晴还来得快 对 因为要决心 要反省 要决心 真的 要选子晴的情绪 哇 谢谢 你OK啦 子晴OK 我更想选艳丽 哈哈哈 谢谢 我可以要结婚啊 哎呦 这就是一个标准在那边嘛 这种就是我们排队哦 他们如果有感觉 老公感觉不好 哎呦 我们接手接手 谁接到都是宝 哈哈哈 谢谢老师 来来来来 好玩大放送哦 哎 我们要送出一组 吸金致富猫眼石套组 给观众朋友 乡亲亲家订阅了好玩的 官方粉丝团参加抽奖 就有机会获得了 好 谢谢老师 好 也要谢谢来宾的分享 好 也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同一天 计准收看 命运好玩 拜拜